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让这些受害女子变成了甘心被囚的羔羊 无分感兵 工作真实的缺失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提请检察机关批捕李浩 洛阳市还成立了调查组 对案件侦破过程中暴露出的社区治安管理问题进行盗查追究 洛阳方面对性奴案的问责不可谓不迅速严厉 但是引人深思的是 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 他为什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 在地下室挖出四米深的地洞 先后囚禁六名女子当性奴 并且将其中两人杀害 连日来 34岁男子李浩涉嫌的这一重大刑事案件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9月3号凌晨 洛阳市警方接到市民报警 报警人称 其一女性亲戚马某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接报后 洛阳市车站派出所民警 迅速出警找到马某 马某称自己被一男子骗至一地下室内关押 当日凌晨脱逃并报警 根据马某的陈述 民警于当日上午成功解救另外三名受害女子 随后洛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侦察支队 又很快锁定了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浩 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案发仅48个小时后 洛阳警方成功的将试图外逃的李浩抓获 这个李浩 这个反对嫌疑人 采取非常残忍的手段 闲着他人认识指约 一婆妇女买印 名字天的 并且拥添 这是一个吉他早犯的